丰田高尔夫巡回锦标赛 在上个星期六落下帷幕 我国高尔夫球选手埃德文 交出总成绩277甘 排在男子组第8名 虽然无缘摸牌 但埃德文认为 这场比赛并不是他高尔夫生涯的终点 而是冲出海外的第一步 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去年22岁的我国选手埃德文 上个星期六在沙亚南举行的 丰田高尔夫巡回锦标赛中 以277甘的总成绩排行第8 成为表现最突出的我国选手 尽管埃德文感叹自己表现欠佳 遗憾败北 但他并不气馁 放眼明年更上一层楼 我对于我未来的计划就是 能打出马来西亚去参加更多的职业比赛 再接再烈会更努力的 就是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就是打越多的比赛 给我自己看我自己站在什么位置 是比较适合我 就是因为我毕竟打球 打直接是两年 就是第二年 所以我今年才刚刚要当 就是出去打 就是说出马来西亚去打 希望会更好命年 泰国高尔夫球好手塔纳帕特稳定发挥 与总成绩271干 紧一干之差的微弱优势 险胜同袍杀鲁摘下桂冠 这是一个困难的日子 我试图在这一刻 有几个打球都不肯定 有几个打球都不太好 但是我试图在自己玩 很浪费资格 我试图在自己的位置 我试图在最后几个打球 我试图在最后几个打球 英国选手班杰·瓊斯 则以274干的总成绩排在第三